在馬祖第三天一樣是騎了個大早 那我仍在北甘島 預計下午會回到南甘島 為了明天前往東影做準備 才想說早晨的街道怎麼特別熱鬧 原來是有裝甲車在路上 以唐吉村為中心 附近其實有非常多的軍營 所以在路上看到軍人及軍車 也不用大驚小怪 眼前的這座山就是馬祖的最高峰壁山 我突然解個念頭 在回南甘之前想要去挑戰看看 壁山步道自古以來 即為唐奇青年迎娶時必經的路途 新郎必須背著新娘由此處向壁山頂前進 順利完成者才能有結婚的資格 那也用這樣的方式來考驗馬祖今年的體力及毅力 在上山之前又有軍車經過 所以我又忍不住停下來拍照 海拔298公尺的壁山 已經是馬祖的第一高峰 只要登上壁山觀景台 就能夠眺望整個北甘島的風貌 那喜歡登山的朋友 可以選擇利用東向從唐奇村沿登山道路而上 或是自另一端連接上村至秦壁的兩條步道登上觀景台 那長度較短也沒有太多高難度的波段 約30分鐘就可以登頂 那站在山腰處的觀景台 平然眺望天氣晴朗的時候 那視野會非常的遼闊 像是北甘機場、唐奇村、後臥 甚至遠方無人島的大丘、小丘等地區風景 盡收眼底 那讓人很讚歎的壯麗景色 除了是喜歡攝影的朋友必拍的馬祖景點之外 更是拍攝北甘機場飛機起降的最佳地點 輕鬆登頂 那山頭上的風真的很大 看到那草被封出的樣子應該可以體會我現在的感受吧 攻頂後沿著壁山路向下走 那因為沿路都是軍事設施 所以在拍攝的時候要小心不要拍到了 昨天的上坡變成今日的下坡 那走幾路來輕鬆多了 回到了白沙港準備搭交通船回南桿了 到此我的馬祖行也過了一半 那就請繼續期待我接下來的旅程吧 答對